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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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雪灵草就在他们屋子里 那不是证据是什么 那也就是说 没有人看见 他们偷雪灵草了 万一是有人故意 栽赃陷害 谁要栽两个奴才的脏 夫人 此事有疑点 还请夫人和家主查明真相 你放心 带家主回来定会明察 给你们一个交代 多谢夫人 即便他们两个人犯了错 我夫君还病着 你们却把他们两个都关了起来 身边没给贴身人照顾 此举是否有些不妥 其实我的女儿素颖和姑爷江臣 一直在旁边伺候着 绝没有怠慢 江臣 就是那个在码头不让我进山门 还想对我大打出手的 卢家大姑爷 你说 你把她怎么了 没怎么 只是她没有礼貌 张口闭口让我滚 我让她赔礼道歉而已 大姐 这话就是你的不对了 子琴好歹也是念北的夫人 这虽然未经邀请擅自登岛 失了礼数 可也不算是不经不除吧 你想着谁 影子 在 你刚才说杀人 是怎么回事啊 李管家说是奉命行使 至于奉谁的命 你血口碰人 没听 杀人 李管家为何要杀人呢 我听小厮说 好像是李管家平日里 与尹侍卫结了些私院 所以就想趁他们受罚 杀了他们灭口 谁知不敌 又怕爹回来责问 就逃了 你胡说 我和李管家私下 就没说过两句话 何时结了私院 这分明是 影子 夫人 此事就当是误会 只要人没事就好 子晴 你能体谅 这再好不过了 你好好照顾念北吧 我们就先回去了 走吧 慢着 事情还没完呢 你说 你把我夫君怎么了 是不是他要教训你 你不服气 引起了争执 你错了 你的夫君 还没有资格教训我 我要揍他 他拍揍 主动赔礼道歉的 你算什么东西 还敢给我夫君眉脸 你们两口子 要是有点本事的话 还能躲在我们家来治病 惹恼了本小姐 偷偷给我赶出去 梅婷 我不管 你和爹一心向着 这几个来路不明的东西 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你 梅婷 大姐 大姐 大阿姨 停了 停了 太子姐 你居然敢打 我门了 居然敢打 快 带她回去 我跟她进去 停会 带她回去 你 你 你给我躺着 快出去 子晴初来乍到 没想得罪大小姐 还请夫人见谅 子晴 是我叫你无方 让你见效了 不过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我的女儿 冲撞了客人 是她的不对 带姥爷回来 定会家法惩治 请你放心 夫人言重了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